这魂天帝二人近五年将是解冻 一族杀了一天一夜 火焰习地仍然过一不绝出现 老大 我都杀麻了 为何这些蝼蚁居然毫无惧怕 不愧是古地洞府的守护者 倒是有几分感色 哼 蝼蚁们 给我灭 魂天帝一声一响 两人身边所有火焰习一人尽数炸开 虚无 我们走 莫耽误了时间 魂天帝两人在飞行了一段时间后 眼前出现一道万丈庞大的石门 杰杰 想必这里便是那洞府的所在之处了 我魂天帝可终于找到你了 老大 我们成立了机会 近在眼前了 可恶 为何我感觉到 这毫无声机般的寂静空间内 有着一股可吞天湿地般的恐怖气息 荒木者可持古欲 老大 是地境灵魂般的存在 这恐怖的神秘生物 气息竟还比起我魂天帝还要强上几分 存在的时间怕是极为久远 在下魂族魂天帝 进入这洞府 持有驼射古地狱八块 魂族 倒是从来没有听说过 不过你们居然真的拥有八块驼射古地狱 很好很好 快快快开启这该死的古地洞府 老大 这人实力很强 比起你我 只强不弱 我们莫要掉以轻心 敢敢问一句 前辈 我们若是开启这洞府 前辈是否会对我们出手 这倒不至于 若是你们开启了这洞府倒是等于救了我 我还道歉你们一个人情 老大 小心勇大 杰杰 虚无 你我皆在九星斗圣以上 无需怕他 前辈 这古地洞府的石门要如何开启 简单 八块古玉盒为一块 便可开启驼射古地洞府 此时魂天帝操控着古玉盒发为一 随后将古玉操控到极致 突然给预报 射出一道光柱直直射在大石门上 随后一个传送阵慢慢出现 哈哈哈哈 多少年了 多少年了 我竹空可总算得到自由了 恭喜前辈获得自由 嘿嘿 为了报答你们救我的恩情 我就勉为其难和你们一起进这洞府一探究竟吧 啊这 平工又多了一个强力的竞争对手 不可太难了 虚无 快 隐秘的去照极药 雷 严三族还有我们魂族的所有斗圣 等会在这大门集合 老大 这人实力高低还是个谜 我走了 你对付得了他吗 所以才让你去摇人啊 好的老大 小鬼 发什么呆呢 走 我们一起进去这洞府